外加部驻港公署批评有个别西方政客抹黑特区政府 依法取消部分区议员的资格 公署愿意强烈谴责 敦促他们立即停止 用虚偽劣绝的民主剧本稀势动名 外加部驻港公署对美国、欧盟、英国、澳洲、新沙拉等 个别西方国家政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行径 表示强烈不满,愿意强烈谴责 又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民主人权领域劣迹斑斑 没有资格在道德高地对其他国家自首画脚 又说西方政客关心的不是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而是香港能不能继续作为压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他们偽善的人权剧本早已被国际社会看透 钢琴家李云迪因为嫖娼被北京公安行政拘留之后 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他的会员资格 央视评论就形容李云迪是自作业 北京朝阳公安星期四晚公布 李云迪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 又说当时人公认不毁 报道说警方是在三里团附近查获卖淋场所 拘捕一个姓陈的女人涉嫌卖淋 并在他的手机发现和李云迪的通讯记录 知道李云迪星期四去到北京和女方见面 警方在李云迪下机时当场拘捕他 又说李云迪今年曾有嫖娼被捕的前科 并以手机承名制支付1万元人民币 事件曝光之后 李云迪遭到内地全面封杀 包括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要求会员抵制他 中国音乐家协会也取消他的会员资格 官方传媒轮流批评李云迪 人民日报海外版下拍到话 琴剑弹错可以从来 人生道路就要认准黑白 中央电视台网评形容 李云迪跌落神坛完全是自作业 事件再次被一些试国发为无物的明星 大碗敲响警钟 组织云南的39岁李云迪 在重庆出生 18岁时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 成为开赛以来最年轻的金奖得主 也是第一个获得这个殊荣的中国人 他的时赤也都纳入初中英语教科书 2000年以来曾经五次登上央视春晚 获得中国十大青年领袖称号 2007年经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 无线电视记者吴卫恩不读 内地昨天新增28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内蒙古新增11宗 其中是陈纳奇达来夫部阵 成为全国现时唯一的高风险地区 甘肃9宗 陕西3宗 零下2宗 北京 贵州 青海各1宗 北京今天再多4宗确诊 他们上星期曾经一起去到内蒙古 山西 零下等地的自驾游 上星期六回回北京之后 主动通报曾经去过厄制纳奇旅游 当局徐征安排他们接受检测 之后确诊 患者所住的宏福远小区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说 目前疫情发展趋势并不确定 要减少跨省旅游等聚集性的活动 采取果断措施 尽快控制疫情 钢琴家李云迪涉嫌嫖娃娼 被北京公安行政拘留之后 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他的会员资格 样时评论 形容李云迪是自作业 北京朝阳公安星期四晚公布 李云迪因为嫖娼被行政拘留 又说当时人供应不毁 报道说警方是在三里屯附近 查获卖淋场所 拘捕一个姓陈的女人涉嫌卖淋 并在她的手机发现 同李云迪的通讯记录 知道李云迪星期四 去到北京和女方见面 警方在李云迪下机的时候 当场拘捕她 又说李云迪今年曾经有嫖娼被捕的前科 并以手机承命制支付1万人民币 事件曝光之后 李云迪遭到内地全面封杀 包括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要求会员抵制她 中国音乐家协会 也取消她的会员资格 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平台 将李云迪有份参与的真人show 以播出的集数下架 最新上架的集数 就将李云迪的镜头打架 她代言的部分品牌 纷纷和她割席 广州城市代言人的宣传片也下架 官方传媒轮流批评李云迪 人民日报海外版下拍到话 擒见弹错可以从来 人生道路就要认准黑白 中央电视台网评形容 李云迪跌落神坛完全是制作业 事件再次被一些 依视国发为无物的明星大碗敲响警钟 组织云南的39岁李云迪在重庆出生 18岁时赢得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 成为开赛以来最年轻的金奖得主 亦是第一个获这个殊荣的中国人 他的事者亦都纳入初中英语教科书 2000年以来曾经五次登上央视春晚 获得中国十大青年领袖称号 2007年经优秀人才入境计划 成为香港居民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继续在山东考察 强调能源建设必须掌握在自己国家手中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四到山东东营的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和登上转井平台了解油田的创新发展 胜利油田在1961年发现 打破了华北武邮论 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油田 近年的年均产量稳定维持在大约2300万吨 石油能源建设 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 贡献也太大了 我们是制造业大国 要搞实体经济 各种范围端到自己手里 包括能源的范围 习近平也探访了阳庙社区 这个社区原本围住黄河水患严重的地方 大约50年前开始 当局安排他们搬走 原子就改为速鸿区 黄河滩区18岁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 全面开展搬迁 迁建 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看到你们安居乐业 乡村振兴继续发展 我感到很欣慰 习近平也到了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自刹严减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 他说黄河三角洲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开发上都有战略议 发展抗严减作物可以有效提高农地产能 对中国粮仓起到积极保障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荣报导 在台湾国民党动员支持台中立委陈柏惟罢免案 投票明天举行 被视为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第一场考验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导 36岁的基进党立委陈柏惟投票前夕 在选区展开徒步感恩之旅争取留任 拜托拜托 谢谢 陈柏惟所属的台中第二选区过往是蓝营票仓 去年年初他爆冷击败蓝营候选人当选立委 被视为独派在当地的重大突破 但他就任以来多次引发争议 包括主张外交部设立中国司 和开放香港反修例人士来台当兵等 有选民以他无心地方服务发言方康走板 并支持含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口等理由发动罢免 得到蓝营支持 月初就任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到台中掃街 呼吁民众展现公民力量 这次白免投票 以及年底反对含瘦肉精猪肉来台等公投 被视为朱立伦能否带领国民党翻新的指标 真正的选战是年底的选战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公投不管选战 我们每一件事都把它做好 陆营就力创陈柏惟 台中第二选区有大约30万选民 根据选罢法 如果同意罢免票多于不同意票 并超过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 就可以通过罢免 之后会进行补选 无线电视驻台湾记者欧国勤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市长出席一个论坛时 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 香港要发挥好自身优势 贡献国家所需 国家的十四五规划 明确支持香港八个中心的定位 让香港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们将会继续是内地企业和地方政府 首选的境外融资平台 和走进国际舞台的风险管理中心和财资中心 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 在这个新的发展布局下 有利我们与深圳广州等大湾区城市一起合作 营造更蓬勃的创科生态环境 更完备的创科产业链